2021年的1月6号 美国民主遭遇了最黑暗的一天 200多年来 首次被攻陷的国会大厦 最终在鹤枪时代的执法人员开枪 使用了催泪弹和闪光弹清场之后 才成功制服和驱散 大批支持特朗普的暴徒 这一起暴动事件 目前已经导致5人死亡 50多人受伤 然而对于示威者 肆意扰乱国会的这件事 不少议员是把矛头指向了警队 质疑他们的应对能力 针对各方的指责 美国国会警察局长桑德表示 其实警方早就已经预料到 会有示威事件发生的 但是没有想到 最后会演变成暴力袭击 而这也是他在执法30年当中 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件 桑德最后也递交辞呈 引咎辞职 另外国会暴力事件的发生 各方也将矛头指向了特朗普 认为他是始作俑者 在煽动支持者 并且鼓吹暴力 面子书的创办人扎克伯格 亲自宣布 特朗普他的账户 已经被无限期封锁 至少等到特朗普 他的任期结束之后 才会解封 扎克伯格提出的理由是 在过去24小时发生的事件 明显反映出 特朗普他有意 在任期结束之前 破坏权力的交接 因此如果继续让特朗普 使用面子书和Instagram 是会让风险变大 至于推特方面则没有跟随面子书的脚步 在封锁了12个小时之后 就让特朗普的推特账号解封了 在特朗普最新发布的视频当中 他是公开选择国会暴力事件 并且指控这些暴力分子的行为 严重玷污了美国民主 他表示他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 对暴力行为与混乱感到愤怒 并强调这些暴力分子 不代表我们的国家 违法者最终将会付出代价 而在影片当中 特朗普他也首度开口承诺 将会确保政权平稳交接 美国国会大厦昨天遭暴徒 闯入大肆破坏 总统特朗普被指发布多条 煽动支持者情绪的推文 而一度被推特封锁账号 在解冻重新拿回账号后 特朗普随即发表了视讯演说 他表示国会已经确认选举结果 他承诺会顺利转移政权 给后任总统拜登 现在总统已经证据了结果 新领域会在20月20日 由美国媒体指出 特朗普的这段 不到三分钟的视频中 讲话的语气跟一天前 在示威集会上的措辞激烈对比 出现了显著的转变 而影片的最后 他又提醒支持者 不可思议的旅程正要开始 美国国会爆料事件 发生一天之后 不少事发片段也陆续曝光 对于示威者轻易冲破警方访线 大摇大摆向国会大厦推进 一些黑人民权组织批评 美国执法人员 在面对不同种族示威时 表现不一 相比去年发生的黑人抗议活动 警方这一次是采取比较宽松的手段 来对付示威者 有的更是袖手旁观 让人不禁质疑 警方的部署行动存在双重标准 对此即将成为信任总统的拜登 发表演说时 也将矛头指向警方 批评执法人员持双重标准 如果这一次的暴断事件 是特朗普一手造成的话 那么警方就是帮凶 美国国会暴乱如今已经品息 工作人员也赶紧收拾残局 为了防止暴动事件 再次发生 国会大厦外围 也架设了七尺高的围栏 美国国防部指出 这些围栏将会放置至少30天 也就是会横跨本月20号 后任总统拜登的就职日 对于特朗普的支持者 大闹美国国会的这件事 多家西方媒体都枪口一致的 对准了美国总统特朗普 谴责他煽动民众 引发这起国会暴乱事件 华尔街日报认为 特朗普和他支持者的行为 根本是国会山庄的耻辱 文章指出 特朗普除了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失败 同时也给予他的支持者 虚假的希望 误导了他的支持者 让他们做出错误的举动 而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 这场暴乱 让特朗普的总统任期 如噩梦般的结尾 民众也会对这位领导人 在剩下的任期还会采取什么行动感到担忧 报道还说 就连特朗普他身边的人也没有想到 事情会变得如此黑暗 除此之外 纽约时报更是直接指出 特朗普必须为这场国会暴乱负上责任 他说2021年1月6号所发生的事情 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无法抹去的污点 但在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 美国是否将会处于一个更黑暗 更分裂的开端 还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是谁都没有办法给出的答案